1月29日,当全世界一时到武汉疫情大规模爆发之时,刚从北京返回的世卫总干事谭德塞表示,全世界要向中国表示感谢和尊敬。 这位传染病专家赞扬北京六天前采取的严厉隔离措施有效,并宣称中国以最快速度确定了病原体病公布于众。 此时距武汉2019年11月17日首发病例已两个多月,距离中国官方说的12月8日,在武汉首发病例也过去了一个多月。 世卫组织在北京压力下将台湾排除在外,但战斗在抗疫前沿的台湾在2019年12月31日就与世卫组织联系,提醒武汉肺炎可能人际传播。 这个信息,世卫组织没有与成员国分享,一直到三个星期后的1月20日,世卫组织总干事才宣布确认人传人。 埃塞俄比亚前外长的谭德塞,2017年夏天,在北京支持下,当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,接替陈逢富珍。 巴黎蒙田研究所东亚关系专家戈德蒙指出,在这场危机中,世卫组织总干事一直维护中国的利益。 与其他国家相反,他从未批评过北京,也丝毫没有质疑过中国官方数据,他的某些言论是不可接受的。 比如,1月14日,他不顾越来越多的人际传染案例,仍然按照中国官方口径说,没有证据证明人传人。 而且谭德塞一直拖到3月11日才宣布世界大流行,这个拖延导致一些国家应对疫情的准备滞后。 一名西方外交官表示,尽管当时很多专家指出,世卫总干事说的与当地情况不符,但中国明显向世卫组织施加压力,要求不要发布不符合中国利益的声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